接下来我要继续给你带来 沃尔夫·埃尔布鲁赫的作品 《雷奥与狗》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雷奥 每天早上 雷奥经常都会画一些狗狗 而且每次都会画25只 雷奥很爱狗 他了解狗的一切的事情 认得所有的品种 知道哪种狗的耳朵是尖的 哪种狗的耳朵是搭了着的 就像雷奥说的那样 这只不是达尔玛提亚斑点狗 那这只就一定不是 雷奥当然也知道 所有的狗都有尖利的牙齿 这的确是个麻烦的事 每天早上 雷奥都会大声地 汪汪汪地叫着 把爸爸妈妈叫醒 每当这时候 爸爸总是一边嘟囔着 一边揉着轻松的眼睛 我们的小宝贝又醒了 而这时候 早饭前妈妈总会说 我说这牛奶又要凉了 可雷奥呢 他正朝着窗外 汪汪汪地叫着 上午 通常在画完差不多 25只吓人的狗之后 雷奥会去奶奶家 奶奶就住在他家的楼上 已经79岁了 所以每次雷奥来看他 他都很高兴 不过有时候 就比如 当雷奥让他 自己假牙 呼噜呼噜地 叫唤的时候 奶奶真的希望 自己能有一个 普通的孙子 好让他 可以跟自己一起 打打羽毛球 而不是 总要在地上爬着 当雷奥跟着妈妈 去商店的时候 也经常会给他 惹出大麻烦 比如说这一次 雷奥又咬着 服务员的裤腿 哦天哪 可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哪怕迎面走来一条 非常小 非常乖的狗 雷奥的心情 也一下子就低落了 哦 我忘了告诉你 他很害怕 每当这时候呢 雷奥就会有一种幻觉 这个世界上 好像只有狗 哦 还有 他对狗的口惧 这一天哪 雷奥又碰上了 让他特别害怕的狗 吓得晚上 怎么也睡不着 突然 一个仙女 出现在他的被子上 尽管在他的想象当中 仙女至少会有 他的女朋友 丽莎那么高 但是这时候 他还是很快 明白眼前 这位的确是个仙女 他还知道 如果仙女 如果仙女降临 就可以许一个愿望 果然 仙女开口问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雷奥想了一下 我 我想变成一只 高大强壮的狗 好 那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嗯 带斑点的 带斑点的 行吗 第二天早上 雷奥像平常一样 叫醒了爸爸妈妈 爸爸又是迷迷糊糊地嘟囔着 我们的小宝贝又醒了 可是 雷奥把爸爸妈妈吓了一大跳 不为别的 雷奥真的变成了一只 强壮高大的狗 爸爸妈妈和雷奥三个都哭了起来 他们哭了好一会儿 之后 之后当爸爸妈妈发现 雷奥变成的是一只友善的狗的时候 总算感到了一丝安慰 他们在花园里修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狗屋 不过他们偶尔会跟人聊起雷奥的时候 忍不住 掉一会儿眼泪 雷奥头一次跟爸爸出去散步的时候 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狗 只是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完全 出乎意料的事 就是雷奥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男孩出现之后 他二话不说 跳到了爸爸的身上 以前那种感觉又出现了 雷奥产生了一种幻觉 这个世界里好像只有小男孩 还有他对男孩的恐惧 当然这天晚上 雷奥又睡不着了 他伤心地朝着月亮嚎叫起来 突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他的鼻子前温柔地说 没事的 你可以再许个愿 哦 是仙女 雷奥凑到他的耳边 轻轻地说出自己的愿望 尽管如此 仙女还是再次问道 你真的想好了吗 嗯 我想好了 雷奥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 雷奥没有像往常那样汪汪汪地叫 而是钻进了爸爸妈妈的被窝里 爸爸妈妈高兴地简直要跳起来 他们把雷奥紧紧地搂在怀里 一个劲地亲啊亲啊 亲得他又开始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雷奥爱狗 是的 他知道关于狗的一切 可以分辨出不同品种的狗 知道哪些狗的耳朵应该是尖尖的 哪些狗的耳朵应该是搭拉着的 他模仿狗的各种行为动作 他每天的生活都和狗有关 但是当他碰上哪怕最小最小的狗 他都会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 其实雷奥小小的心里 充满了对狗狂热的爱 和极度的恐惧 我相信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 和雷奥一样 对一些事物 你们是又爱又怕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他 所以如果你真的害怕狗的话 爸爸妈妈不妨带着孩子 一起走进小狗吧 也许这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他们成长的路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 雷奥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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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奥与狗